中共軍演第一天臺海直視升溫 總統蔡英文出面喊話要國人團結 強調會堅定捍衛民主 臺灣從不會被挑戰擊倒 中國大陸對臺文攻武嚇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在東京的記者會上聲明 我們代表團的目標 並非改變地區或臺灣現狀 但美方不允許中國大陸孤立臺灣 臺灣不挑釁 美方態度也很堅定 但中國大陸似乎聽不進去 如果北京對於兩岸的互動 對於臺灣跟國際社會的互動 有想法 其實兩雙方應該進行所謂 建設性的對話 溝通 比起之間化解這個在相當的歧見 蔡英文希望是說 國際社會可以看到 在這個過程當中 臺灣是理性自治的一方 而中國是一個相對而言霸道 然後威脅的一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臺灣站得住腳的一面 面對中國大陸軍演挑釁 總統蔡英文是一再的重申 可以開啟建設性的對話 但中國大陸不予理會 接下來三天軍演之後 臺灣與中國大陸雙兵 要再開啟和平立新的對話 難度是不是越來越高 過去也曾有美國國會議長 議員或是部長 及官員訪臺 但單單這次中共反應這麼大 除了中美關係緊繃 還有中共內部壓力 專家分析在軍演後 中共二十大前 這座對話橋樑 恐怕都難以打建 佩洛西訪臺的事件只是一個最後一步 把這個緊張局勢往上推升的一個 一個點而已 其實要仔細回顧 應該是這幾年級兩岸的形勢 就是這個大的脈絡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低檔 比較陷入僵局 那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沒有 已經沒有正式的官方的 這種管道在溝通 所以說要謀求所謂的建設性的對話 我覺得以目前的時空的氛圍 還有政治環境基本上可行性 其實真的是不高 那所以這一次北京可能還沒有針對 我們蔡英文總統家的呼籲 有任何的一個回應 在美中台三方角力下 台灣也得掌握話語權 拉攏友邦盟友 而其中美國態度始終是牽動 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重要關鍵 但從時間點上看 中共十月舉行二十大 接著十一月又有美國期中選舉 台灣九合一大選 昨夜年底臺海局勢將可能再出現新變化 與時間上面來講 我想在二十大之前要恢復兩岸有意義的接觸 恐怕是比較困難 有沒有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開始 在各方都短期之內沒有選舉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一些對話的機會產生 後續透過民間社會或學界之間的一些互動 然後來傳遞一些訊息 在兩岸之間要穩定這個情勢的前提之下 美國是不是還能夠持續地扮演這樣子 一個非常有建設性的角色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關注跟期待 儘管台灣展現理性態度 把秋再丟回給習近平 但兩岸互信基礎已經越來越薄弱 加上暫停進口食品禁令沒有撤銷 短期內想要開啟和平對話 恐怕沒這麼容易 GPB新聞 華正森 劉軍 台北採訪不動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